对于有两个年幼孩子的母亲Shayla来说 她家的情况会有些厕所 她的大儿子Jay也患有自闭症 Shayla和家人学会了各种策略方式来管理Jay的行为 但偶尔会遇到一些挑战 当Jay和家人相处时 不时面临的问题会恶化 如果没有采取适当的看护 自可能会无意中伤害到Jay 有一天Jay不想吃午餐 Shayla想尽办法让Jay吃东西 但她只是不愿意 随着Shayla一次次的尝试 Jay开始变得烦躁和尖叫 往四周扔食物 Shayla看到Jay的情况恶化 开始感到惊慌 和决定把她捆绑在椅子上 让她冷静 Shayla强行的这么做 使到Jay感到非常不安 接下来的一天Jay也不愿意跟妈妈说话 当天夜里 Shayla和丈夫说起了事情 和决定寻找了专业的帮助 当有人使用物体或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对他人造成伤害 只构成虐待身体的行为 拳打 脚踢 推响 甚至是使用暴力或捆绑手段 这都属于虐待身体的行为 由专家与父母合作 制定一个行为策略规划 会助于父母管理午餐 事件类似的情况 虐待身体的行为 不应该被忽视 如果您或您关心的人 正在遭受这虐待身体的行为 请您务必寻找帮助 有许多服务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